近來有一個醫學研究發表了 它只是一個pre-print 未正式在醫學期刊刊登 但已經在科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平時一些非常斯文理性 很合理的科學家 都開始因為意見不同 就用最惡毒黑薄的說話 互相漫罷起來 這篇文章其實是非常技術性的 我盡我力量將它簡化 讓大家明白 接著大家做個判斷 這篇文章作者發覺 新冠病毒的遺傳物質 結構上有些可疑的地方 有機會在實驗室合成出來 我們知道所有生物 包括病毒細菌 就算人類都是 都是由遺傳物質負責做一個指令 有些生物 比如人類就是DNA 在病毒 很多都是RNA 比如新冠病毒就是RNA RNA的結構 或DNA的結構 都是一條鏈 例如新冠病毒的遺傳物質 如果這個病毒感染了生物 它就會叫生物的細胞 就幫助它做些什麼 動物或人類的細胞 就真的很笨 好像被人騙了 還要幫人數錢 它就會聽話 照著指令去做 做完出來 就把那些東西合在一起 做出一個N產品 通常就是新冠病毒 我假設這個就是病毒的RNA 這就是我作出來的病毒 這病毒的主要目的是 要做一條油炸鬼出來 它就要叫記住 就要做些糖出來 也要做麵粉 也要做鹽出來 這樣才可以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拆在一起才做到油炸鬼出來 所以這個基因上高 紅色這部分 就是叫記住做些糖出來 黃黃色的部分 就叫它做些麵粉出來 這個顏色的部分 就是叫它做些鹽出來 如果這些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就加在一起 拿去炸就可以做到油炸鬼出來 當我是病毒學家 我研究這個油炸鬼病毒 做出來這個油炸鬼 不適合我的口味 好像我覺得它太甜了 我想做一個沒那麼甜的油炸鬼出來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很多時候病毒的RNA 都是很長的 不會那麼短 不會只有幾個基因 不會這樣的 大家可以用一些實驗室的方法 把它剪開 接著就剪剪貼貼的 這樣加在一起 通常就是用一些酵素去做 那些酵素就會在特定的地點 就剪開那個RNA 那你就可以換一些 其他病毒的基因下去 就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我現在想油炸鬼沒那麼甜的 我就把做糖的指令那部分的RNA 就剪了出來 不要這樣 接著剪隔壁的病毒 跟類似的病毒 就貼進去我自己原本的病毒的RNA那裡 那我就把它貼進去 那我貼進去 這個就是新的做糖的指令了 那我就用這個病毒再感染 記住它的細胞 接著再做油炸鬼出來 看看有沒有那麼甜 那這種方法就是病毒學家做研究的方法來的 那大家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基因負責做糖出來 這個基因是怎樣做麵粉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試出來的 就是說你剪了它 接著看它做不到什麼出來 接著就做不到什麼出來 就是說那部分就負責做什麼的了 講到這裡 我要跟大家強調 這些做法 就是將它的基因剪剪貼貼 是病毒學家 day to day會做的事情 大家不要想像到這個過程 就是古怪的科學家 然後躲在一個很秘密的實驗室 做這些秘密的研究 就要毀滅全人類 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病毒學家要看 究竟哪些基因會令它容易跳上人 哪些會令它沒那麼容易感染人 day to day 他們是要這樣做的 不要一下子就想到它是一些大陰謀 要毀滅全人類 那些卡通片的橋段 大家不要這麼想 回頭說那篇文章是說什麼呢 那篇文章是說 它發覺新冠病毒 上面就有一些剪剪貼貼的痕跡在這裡 指示這個病毒是有機會 經過剛才我說的過程 在實驗室裡面合成出來的 但是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你將病毒這樣剪剪貼貼 然後合成了之後 一般來說那些病毒學家 就會有一個過程 將剪貼的地方遮蓋了 就好像你整車 你把你撞凹了一個地方 然後你弄一塊鐵下去 小看了 然後把它磨到漂亮漂亮 那看下去就看不出來 可以修補過的 其他其在 就是這個SARS COVID-19上高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留下了一些合成果的痕跡 正常就應該會收尾 弄好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會有些地方 就好像偷了東西留下手指毛一樣 正常手指毛應該抹走了 但是真的有手指毛留在這裡 有些人持相反意見就是說 其實應該基因變異 都可以引起這些問題 這個理論上是有機會的 所以研究員他們都做過 模擬的情況 看看究竟 好像SARS COVID-19上高 這些接駁位 這些變化 如果不是人工合成的話 那由天然變異 就形成的機會率有多少呢 他就拿了一些 類似的冠狀病 模擬一下 究竟天然變異 會形成到 好像SARS COVID-19上高 的結構 的機會大不大呢 那麼他就發覺的機會是相當之低的 這件事是他這張Paper的弱點來的 是有爭議的 平心而論這篇文用的方法 有他的弱點在這裡 如果譬如說科學家 都證實了他這篇文的理論是對的話 其實最多最多在COVID的謎團裡面 我們又多了一點點的線索 實際來說 對於我們最終要解決SARS COVID-19 來源的源頭 有排都未到過一點 因為大部分主流的科學家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傾向相信 SARS COVID-19 應該由蝙蝠 接著就經過一個動物的記住 再跳上人那裡去形成 但是一直以來 我們都沒有辦法找到 中間的動物究竟是什麼動物 無論你是相信這個病毒 在實驗室裡面合成 接著不知經過什麼意外 就洩漏了出來 還是傳統科學家相信的 由蝙蝠 經過一個中間記住的生物 接著再跳上人那裡 兩方面所持的證據都是極之有限的 背景底下 其實大家都很難說服大家 很不幸就是在這個分裂的社會 如果你傾向相信病毒是合成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被人當作是一些極右 或者是跟Donald Trump 或者是conspiracy theory 連起一氣 大家一爭起來 即使平時很斯文的人 都會用一些很刻薄的說話 去互相攻擊 在這樣的氣氛底下 很多科學家會覺得 如果我要去將這些研究證據 擺出來的話 就會受到很多攻擊 即使發現了有這方面的證據 有些人都選擇不去深究 對於尋求真相 當然不是好事 還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到這一刻為止 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 是將病毒當成化學武器用的 原因當然不是說人類很有道德 不會做這些事的 不是這樣 而是病毒作為一種化學武器 以現在我們的技術 是相當難去製造的 製造出來就很難控制 如果感染槍 你要做武器的話 你是打擊敵軍 但是你怎樣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有軍 不會被這個病毒感染 因為這些技術上的限制 所以沒有人將它造成化學武器去應用 除非有些狂人不知道這件事有多危險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